歡迎鄉親待在大中華新聞的現場 來看到武漢肺炎的正正恩 也來打擊到觀光路由 出名的六港燒雜 入車真慈慘 為了外國玩工 適合無頭路 燒雜入車 聯合大 郵輝 公交是聽到 除了可以接到十出的六港燒雜 又不用幾三鄉親 去坐三連車 郵六港 鵝仔鎮在鐵盤上面 正在旁邊說說 還有擠到搜尋的鵝仔 蝦膠 以及出名的肉包 這家都是六港燒雜的燒雜的菜式 平常是真壞定的 但是現在入車推出 定餐就上三連車 不會優惨 定桌方面其實差了很多 差了差不多只剩三層 平日的話只剩一層 只剩一層 所以我們現在推出一個很特優的方案 給希望一些客人可以回流 就是來吃飯 吃小吃鹽 送三輪車體驗這樣子 然後去比較遠的龍山寺 摩龍巷 比較遠的龍山在那邊走一走逛一逛 再回來我們這一區 去逛 去消費這樣子 遇到武漢危險的影響 由客人到減了一半 當地少吃入車 跟三連車入車合作 報理多少 被中心找回來觀光客 像這個時候的話 假日都已經客滿了 就已經訂滿了 像今年幾乎是很少 團客也少了 香客也少了 包括來散客都少了 都執政三層 我希望這樣子的做法可以讓我們的員工 不要說沒有工作可以 就知道每一份固定薪水可以來擬 我們只要平衡這個就好了 算少一點點 經濟不緊急 嚴格推出 定餐上三連車 七頭有六港 報理多銷 求入職 大眾發新聞 林貴英 六港財方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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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